泰國總理巴玉到訪白宮,對於一位2014年通過政變執掌權力,並且拒絕被泰國恢復民主制度的軍方領導人來說,這是罕見的例如 川普總統和第一夫人星期一歡迎巴玉總理和夫人訪問白宮 劉偉令就在泰原營辦公室舉行會談 川普對記者說,我們的貿易關係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 泰國是美國展開貿易好好的國家 巴玉總理和川普總統首次會面的幾日之前 泰國法院已贖職罪名將被他推翻的前總理英陸判處五年有期徒刑